那我打电话他不接嘛 微信各种方面 就是能联系上他的 就是我都在联系 你是指白天还是指晚上啊 晚上白天 你不回家了 不是就是那种事捅破以后嘛 我基本上一回去 他就和我吵 你就嫌我这样嫌我那样 导致我那段时间 基本上都在我朋友家过了夜 那我给他打电话他不接 那我心里面感觉特别委屈 我希望他能够多关心我一点 后来那个时候 就我们俩在一块的时候吧 有的时候别人不是说 怀孕的时候 一天公主十月的那个太后嘛 但是这十个月太后 我连一点感觉 在他身上一点感觉 感觉不到 我就觉得他真的一点都不在乎我 有的时候我想吃点东西 半夜我说老公 你给我煮的吃了嘛 他都说太晚了 明天吧改天嘛这样子 后来他女孩是回来了是吧 对 就是回来之后 不是也给你买过嘛 你不是说想吃那个辣条嘛 就给他买的辣条回来嘛 我都觉得好搞笑 他给我买辣条 他有一天他回来嘛 回来兴充带两个老婆 就说老婆给你买的辣条 我就觉得有点懵 我说不知道什么时候 想吃的辣条 后来我想了想 我就觉得好像是两个月以前 我说我想吃的辣条 突然就给我带了辣条回来 我就觉得你难得 拿这两个辣条 给我邀功吗 还是什么的 不是 不是 只是我当时在乎你嘛 也记得你说过什么嘛 但是我就觉得你没有把我跟你说的话 放在心上 那我当时想吃的话 你直接给我买不就得了嘛 干嘛拖那么拖一两个月呢 就是你孕妻在你的记忆当中 除了他给你买过辣条 就什么都没有关照过你了是吧 反正在家基本上他什么也不干 就是本来我就想了吧 就是把小孩生了之后 他看了小孩 能够尽到做一个父亲的责任嘛 但是我觉得他一点改观都没有 就是我做的泼妇产 回来的时候回家一个多星期 那我还要抱着小孩洗头洗澡 那小孩闹了 我还要哄着他睡觉 那他倒好就床上玩手机啊什么 也不帮我看一下 是吗 也没这么严重 这些孩子也不至于什么 都不看嘛都不管嘛 那记得有一次呢 这小孩子哭得特别厉害吧 我就让他给我看一下 他倒好就对着小孩大吼 就说让小孩闭嘴 不是 那小孩几个月嘛 他知道什么 不是 因为是这样的 因为当时小孩本来是很闹 晚上 因为我哄小孩 他不听我的 然后他一哄小孩马上就好 我就叫他去哄一下 是这样 那小孩闹着算了嘛 但有一回他就是经常出去嘛 那个时候也是 经常出去 对 然后也是一出去 反正就是两三四天再回来 他回来倒好 就是 噼啪啪啪的声音又大 然后就把个小孩给吵了 不是 你出去干嘛呀 不是 那段时间是世界杯嘛 在看球 在我们朋友家里看球 你等于生了娃 有世界杯 你还是世界杯是吧 那个时候老是在屋里看嘛 看着小孩都吵醒了 醒了完了 我还要得哄小孩 请不吝点赞 好